自由车厂人在赶工中取自印尼亚运官方脸书 记者卓家评纵和报道 印尼亚加达亚运将在8月下旬登场筹备会 本周举行媒体简报会议 来自亚洲与全球各地媒体参观场馆 开放选手村田径场与球场与游泳馆等场地让媒体场先开 根据先前田径国家队到印尼参加测试赛经验 选手村附近就是平民窟 选手要格外注意自身安全 内装则在今天曝光 小公寓里有沙发可以当交易厅 房间则放了两张单人床 预计将容纳一五万名选手入住 媒体试堂选手村床铺取自印尼亚运官方脸书 田径场则经过整序后 近日开放拍摄 这座场馆可容纳其万名观众进场观看田径赛与开幕式 田径场馆整修后曝光 取自印尼亚运官方脸书 羽球场位于田径场附近 这座羽球场名为伊斯托拉素有魔鬼主场称号 大约可做到一万名球迷 由于场地并不大 与观众席又很近 加上印尼气候炎热场馆空调强劲 不止风向难判断 球迷锣鼓喧天的加油声让选手难以征服这座球场 但戴茨颖不愧为球后 他曾在2016年顶超赛与2018年大师赛两度登顶成功 也算是另类的小代主场 羽球场地位于当地相当有名的魔鬼主场伊斯托拉 取自印尼亚运官方脸书 羽球场地位于当地相当有名的魔鬼主场伊斯托拉 取自印尼亚运官方脸书 媒体市场选手村床铺 取自印尼亚运官方脸书 选手村内部取自印尼亚运官方脸书 媒体拍摄选手村取自印尼亚运官方脸书